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结束东南亚之行启程回国 当空军二号飞离河内的时候 国际媒体上虽然留下几声 他对南海周边国家加大对华施压的叫嚷 但更多的却是他遭遇的种种尴尬和难堪 美联社对哈里斯在河内的结束与颇感费解 还没离开河内 这位副总统就在记者会上公开宣称 他在与越方领导人会谈时 提出越南的公民自由和人权问题 并建议让社区领袖公民社会等力量都参与进来应对这些挑战 这种无异于公开挑动颜色革命的提议显然遭到冷遇 哈里斯没有表示这些会谈取得了成果 这成了几天他自讨无趣甚至自取其辱的一个缩影 按照事先写好的脚本 哈里斯在访问新加坡和越南时部断表态 要跟东南亚国家加强抗议 经济和安全等方面合作 在离间拉拢地区国家同时更将炮口驴语对准中国 只可惜 阿富汗大溃败 给访问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计划中的对东南亚外交魅力攻势 变成了挽救美国在盟友中形象的考验 哈里斯一路上竭力辩解和转移话题 都没能把舆论焦点拉回他想聚焦的抗中主题 更没打消地区国家对美国的疑虑 和内行程中的一系列意外和乌龙事件 以及越方微妙的戴克之道 更让哈里斯此访便成了一场尬虑 24日晚上 哈里斯的专机飞抵和内内开国际机场 空军二号在夜幕下缓缓滑停的那一刻 很多人都看到了机身上 笼罩着现实与历史的两层阴影 现实阴影来自阿富汗大溃败 美国可信盟友形象遭受重创 这让哈里斯东亚航的预期动作严重变形 效果大打折扣 因为早在一个月前 白宫就放出哈里斯8月访问新加坡和越南的消息 筹划之初 这次访问被视为美国加强 与东南亚关键伙伴之间 经济与安全关系的契机 也是拜登政府南海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 什么南海战略 当然是股东对抗中国 24日离开新加坡前 哈里斯一字一句读出了 白宫助手们是先准备好的印太政策讲稿 一再渲染中国南海威胁 25日到河内后 他又立即敦促东南亚国家 就南海问题对北京加大施压 挑战中国欺凌性和过度的海权主张 如果没有发生意外 两天之内两度猛烈攻击中国 将是哈里斯的访问 在国际舆论厂收获的最大回响 可惜事与愿违 因为早在他动身前 国际媒体的关注焦点就变了 用纽约时报的话说 美军在喀布尔灾难时的撤离 使哈里斯的访问 由契机变成了考验 美方原本的盘算 是阶级深度搅动南海问题 挑拨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关系 但实际呢 哈里斯一路都在疲于向东南亚国家 甚至全世界保证 美国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合作伙伴 这个考验 在新加坡就已凸显出来 23日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会谈后的联合记者会上 哈里斯始终无法将焦点拉回他想聚焦的话题 记者会上的提问主要都是关于阿富汗 连新加坡当地记者 都向他们的总理问起了美国撤军问题 现实中的阿富汗阴影 在河内又引起历史相似性的共振 当美国副总统抵达越南时 他应该庆幸非抵的是河内 而不是南部更大的商业都市胡志明市 BBC东南亚事务记者黑德在文章的一开头 就到出哈里斯的尴尬和难堪 胡志明市前身就是西贡 1975年才以胡志明重新命名 而最近美军仓皇陶利喀布尔的场景 已经让人普遍联想起46年前的西贡时刻 不知是因为在新加坡拼命挽救 因撤军问题严重受损的国家声誉收效甚微 还是意识到在越南大谈这个问题有些敏感 在越南这几天里 哈里斯对涉阿问题几乎只字未提 但美国副总统的三间其口被认为是言二道零 因为越南对阿富汗的关注和反思是实际存在的 越南前驻美大使范光荣对法新社明确表示 越南正密切关注阿富汗局势 范光荣话中带有明显的质疑 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再次作出承诺 但如果阿富汗再次发生什么事 比如恐怖主义卷土重来 美国会继续关注这里吗 这就是哈里斯乃至整个美国的尴尬之处 不说 被劈装聋作哑 说了 盟友和伙伴又都不信 河内执行的两个插曲 加深了有关哈里斯尬访的印象 24日晚 哈里斯的飞机本应在更早时间抵达河内 但因美国驻越大使馆报告发生了一场健康事件 哈里斯不得不临时推迟行程 晚了三个小时才到河内 路透社说 这件事抢了访问的风透 将此作为哈里斯越南行面临挑战的先兆 更令美媒甚至华盛顿郁闷的事 就在哈里斯滞留新加坡三小时里 月中之间开展了一场戏剧性的突击性会晤 当天 越南总理范明是和中国驻越大使熊波 举行事先没有宣布的会面 范明正明确表态 越南在外交政策上不会选边站队 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对抗其他大国 这让哈里斯准备好的对越拉拢和对华攻击早早破功 在这场被美媒称为北京外交攻势的会谈中 熊波大使表示 中方将向越南捐赠200万剂新冠疫苗 让哈里斯后来对越捐赠100万剂疫苗的承诺 相信建筑 用华盛顿邮报的说法 就是削弱了美方随后的声明 除了神秘的异常见 抗事件为北京提供机会之窗 哈里斯在河内闹出的一起乌龙事件 更加深了他的球胎 25日正好是麦凯恩的祭日 尽管当天行程繁忙 而且还下起了雨 但哈里斯还是抽空 前往位于河内竹伯湖畔的一座麦凯恩纪念碑 鲜花致敬 美国国会山报一本正经的报道了这件事 一身黑衣打着黑伞的哈里斯 恭敬的在雨中速立鲜花 并对随行记者称赞麦凯恩勇敢是一位英雄 热爱我们的国家 但这个一本正经的场景很快就沦为了笑柄 因为河内竹伯湖变的这座石碑 根本不是为了纪念麦凯恩这个人物 而是为了记录他在越战期间 作为美国海军航空兵的被俘 不仅是背上的雕像 是一个俘虏双膝下跪 拒绝双手投降 越南语的碑文上也写得明明白白 1967年10月26日 麦凯恩驾驶的飞机坠毁 他本人被越南市民和军人俘虏 越南人会专门立碑赞美他的功绩吗 巧合的是 8月25日还是越南前党政军领导人 抗美宁将五元甲的诞辰纪念日 难怪有越南网友难掩愤怒的说 哈里斯竟在这样一个日子去致敬麦凯恩 美国回归的说法真是够了 他们还指望越南和美国站在一边 做白日梦吧 这可是美国在任副总统首次访问越南 美媒早就开始造势 说哈里斯将在东南亚上演一波外交魅力攻势 怎料一桩桩一件件的意外和插曲 甚至还有败错纪念碑这种自取其辱的乌龙事件 整得他只剩下灰头土脸 河内在哈里斯耽搁的三小时内明确表态 不会与别国联手对抗北京 被普遍认为是在向哈里斯释放信号 不要在河内公开呼吁越南跟美国战队抗中 不要让越方难堪 但带着任务来的哈里斯怎会放过机会 他跟在新加坡一样 他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 呼吁地区国家对抗中国 哈里斯在跟阮春福会面的一开头 就说我们需要寻找途径施加压力以及加强施压 迫使北京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挑战其霸凌和过分的海洋主张 有意思的是 越方对哈里斯拉自己下水早有防备 阮春福会见哈里斯 越方只允许少数媒体 在场听取双方前几分钟的致辞并拍了照 随后就转成闭门会谈 越南官媒越通社发布的通稿也做了处理 对哈里斯一开场攻击中国的内容只字未提 在哈里斯到访前紧急释放清晰信号 在会谈中严防对方大嘴言论外泄 在新闻通稿中又抹去攻击中方的言论 越方对这位美国副总统可以说是防范到了牙齿 还说南海所有争端都应在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 并根据国际法尽快制定南海行为准则 这更被认为是对美方搅动南海局势的直接打脸 因为美方现在最不愿看到的 就是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协商谈判机 是可以认为因素了 以及四方文字节室 拿来看看 收到一边才能和平解决 有关系的这么围 一个人一场積乱们